电子跌了不少 股票涨跌幅扩大到10% 6月1号正式上路 资深股民阿土伯紧盯盘面 不过10%上路的第一天 电子雇一片惨绿 宏达电更是开盘没有多久 就跌破了百元大关 最低来到97块钱 创下2003年5月以来的波段新低 金融跟电子都双跌 稍微观望一下 所以今天的量也不会很大 涨跌幅扩大到10% 上路的第一天 跟着开红盘拉响炮的 就是这支柯峰 一开盘就飙涨停 也成为台股史上 10%涨停版的第一家 不过也有不那么好运的 九大跳空跌停 也成为历史上的第一家 不过台股开盘不给面子 直接打脸一路下探 到10点钟左右 甚至跌破了百点 失守9600点大关 不过随后政府进场护盘 指数稍稍起死回生 无畏激利行情 因为新自上路 大家不熟悉 大家都会稍微观望 尤其6月又是各大上市柜公司 股东会的旺季 6月2号一口气就有87家 人气最旺 包含面板双湖的友达 宏达电 金融股则有元大金等 此外6月9号有台积电 联电等大型全职股 10号有股王大力光 6月股东会旺季前 投资人不妨留意股东会前后的 个股表现轻心 记得零线流量和台北采访不到